做出类似像这样的效果 就是当我这个输出第一列的时候 输出一个星号 第二列两个星号 直到最后的话13个星 就是1到13 那怎么样可以 就是每跑一次回圈 那就输出一个星号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底下的层次 其实层次不多 当然你可以用两个回圈 甚至你可以只要用一个回圈就好了 那为什么只用一个回圈就可以 实际上在Python里面 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写法 就是说你可以用乘号 乘多少 理论上是数字 才能用乘号 两个相乘 1乘2 类似像这样 可是如果你今天 假如你的乘号 比如说哪一个文字 乘上多少数字的话 应该要整数 不能用小数点 意思说它重复几次的意思 有点像repeat的意思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 假如说要输出 像刚刚这个星号的话 首先第一个 我们一样先开一个新的module 再来的话 我喜欢把上面数学档 其实理论上 你print 比如说我这边 把它做一个print 然后print的话 如果今天需要输出13颗星的话 13颗星以前是什么 一个两个三个 一个按13颗 现在其实只要什么 星号后面乘上13 那这样的话意思是说 它帮你把那个星号 重复13次之后 做输出 所以得到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把这个结果print一下 那你会发现 底下就会出现 13颗星啦 OK 所以哦 如果我今天呢 假如说我今天要做出 类似刚刚的效果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怎么样 输出一颗星的话 那不就是什么 这边给1就好了 那不就用一个4回圈 然后呢 range的话就设1 0.14嘛 对哦 然后呢 没跑一次 但是 可能要注意的是说 星号 第一个星跟第二个星要换行 所以换行的话呢 那就print本身就换好 所以不用改 OK 所以呢 如果以这个来看的话 那我们可以在上面怎么样 多增加一个4回圈就好了 所以以前 我们用for i好了 for i in range 然后呢 这地方的话 我们就是第一颗星 斗点 13 所以用14 帽号就可以了 那后面记得 print请你把它缩排到下一阶 因为是在4回圈里面做这个动作 然后并且把后面改成i 这样子的话呢 程式就写完了 应该可以懂了 这个还蛮简单的 我跟各位讲 这个什么呢 一个字串 能够呈 这种写法 目前看起来应该只有在python 可以这样 如果不知道其他语 其他语言我印象都是没有这种使用方式 所以你不能说你把这个写法用在VBA 用在其他 那不OK 如果其他语言就没有办法这样做了 如果其他语言 那就非常麻烦了 就可能要再多一个追回圈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 好 那写完之后的话 我们把它执行一下 第一颗星到第13颗星就出现了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这一个三角形颠倒过来 所谓的颠倒就是 我不要一颗星到第13 我要13到1 颠倒一下 怎么办 那倒很简单嘛 颠倒 那颠倒的话就是说 我先输出13 一直到1 所以只要在哪个地方做修改 在range 那你就是它开始的数字是13 结束的话应该是多少 对0 那另外还有一个地方 逗点 这个后面的数字一定要改成什么 负1 因为它预设是1 预设直落是1 那你不要不需要 但如果说你的预设值不是1 像这个应该是越越小 所以记得一定要是负1 如果你这个都没加的话 那只会跑一次就结束了 因为它再下一个没有了 OK 再来就14 没有14了 OK 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的话一定要把这个改一下 那改完之后执行来看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就颠倒过来 OK 由少到多 由多到少 那反过来放 所以你会发现反向正向 那当然比较简单 可是后面还有更困难的 我如果今天希望怎么样 再把它改成什么呢 加上空白 空白 那什么叫空白 那意思就是说 我需要把什么 本来这个有点像等腰 直角三角形 本来是靠左边的 把它靠到右边这边来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中间呢 前面的部分加上什么 加上空白 那空白的数量 其实就跟那个星号 是有关联性的 反正总total一定要是43就对了 也就是说如果你一列里面 假如这一颗星的话 那空白就变成是要12嘛 12加1 13嘛 那一直到底下 所以两颗星就是这个是12嘛 12个空白 然后11个空白 一直到最后这个是0个空白 所以这个是12到0 这边是11到13 那可以把这个输出 所以请各位变化一下吧 这个又稍微困难一些些 那当然呢 一样可以正向 一样可以从多到少 一样可以少到多 那再来的话 后面就是 我们还要再做一个等腰三角形 不过慢慢来了 其实这些只是一个练习 主要是让各位可以 比较可以精确的掌握 就是那个回圈 将来要怎么去操作 因为未来的话 很多的data你进来之后 势必你就是需要做一些处理 处理的话 一定会用到回圈 尤其那个什么资料库 ERP等等的外部资料 或者档案来的资料 它来的话 你一定会有 类似蓝列的概念 那这就是要用到回圈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刚刚的 这个正向的 1到13 改成反向的 13到1 那再来并且思考一下 如何在那个 这个星号前面加空白 让它改成 本来是靠左边对齐的 改成靠右边对齐 然后 这个如果想得出来的话 再来的话 再把它变成一个等腰三角形 如果都可以做得出来 表示你对那个 复回圈 应该是有一定的了解了 试试看 像那个等腰三角形 我印象中那个 像那个 证照的考试里面 也蛮喜欢考这种东西的 就给你一个题目 你把它画 汇出需要的图形出来 那不管是Python 其实 像那个国家考试 也有考软体设计 也要用这样 用Java写 用C++写 都有啦 那概念都差不多啦 所以 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那个 刚刚讲的三角形先做出来 待会再来看空白的部分 另外的话 再来看那个 再如何改成等腰的 后来 改完之后 甚至要有同学 一由未尽 就问说 老师可以变两个等腰三角形 可以啊 你甚至可以把它变成 一个耶诞书都没关系 只是说 那个难度 当然会越来越增加 只是说 如果你想要输出的结果 你也可以透过回圈的方式 逐一个可以把这个结果给输出的话 那当然呢 表示你这了解是 应该是比较 真的是可以完全掌握了 请各位试试看